飛碼是3號的刑期和10號的喜勝龍 反而大熱門1號的追月過關前後都是2.6倍 看看臨場吧 追月雖然沒有過關飛 但上次贏馬的姿態實在太吸引了 所以賣門都賣到2.1倍 至於次熱門是今季演出都很穩定的刑期 有5.8倍 而第三熱門就是逐些逐些落飛的喜勝龍 由賣飛的中段接近9倍落到6.2倍 威霸龍中間位置還有紅臂窟的刑期 內檔還有一隻好拼勁 內蘭位置紅眼罩 黃衣那隻是好過 再在外面追魚已經慢慢拉過來 中後碟的馬才看到深魯 一路跟著追魚就慢慢撒過來 看看是否賣到 在後面的馬才看到有勁爆喜勝龍 後一疊的馬還有這個好樂運 內蘭就是封面 再在外面是金添好運 暫時電口就有密德堡 東雲才和勁多勝 轉回中間的時候 前面威霸龍貼欄佔先了一個新位 跟著在第二位就是盈期 再在後面第三就好過中擋 第四已經是追魚 後面的馬還有深魯一路跟著追魚來跑 再後的馬才看到還有好拼勁 外面就是喜勝龍金添好運 入到最後200多米 前面威霸龍佔先多少 但是盈期幾步立了上來 中間的馬追上來就有追魚 再在外面是喜勝龍 中間就是這個深魯 再在後面就是金添好運 入到最後100多米 見到喜勝龍在外擋已經突圍而出 中間有追魚 近邊迎期 再入面好拼勁 外面是金添好運 接近終點 喜勝龍可以贏 第二名要拍照 有好拼勁 以及這隻金添好運 喜勝龍 那隻金添好運在後面 都被他拿了個位 結果就追不及了 近邊有好拼勁 追魚都是近的 這隻喜勝龍 這次不一樣 留得到來跑 已經不同了 反表現了 結果就是兩隻初出的 果然都日如所料 叫做好些進度 進來的 6、9、2匹 追於起步 有少許論盡了 第四 第五才輪到這隻刑期 範圍就是那裡 結果熱門那些不見了 1、3、5 哈哈 只是那四隻馬而已 1、3、5、6、9、10 但是就完全 追上飛的1、3、5就沒有了 不是那三甲 就去了冷門 邊線那些6、9、10 就是喜勝龍 再看一看一隻追魚 十二甲 他在捱著閘 還在隔壁 還在隔壁 喜勝龍不同了 今次試過閘再教馬 喂 不要走啊 忍住啊 大家大概都跑得正確 例如刑期這個位 先跟給八龍先走 就是這樣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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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路也繼續在外跌 他在外檔 然後追魚也不能說他 追魚也是這樣跑的 但是你回來進度 就變得不好跑 喜勝龍可以縮著 一個七、八位跑 其實現在的金天好運也咬著他 至於好拼勁的位置 有什麼位置呢 橙橙地三 都在中間 對中間 對中間 但是那隻好拼勁的步法刺 是長一點 就是中距離馬 甚至這隻也是 這隻金天好運也是 心路又不算太多了 黃眼罩那隻回來 外面衝上來 喜勝龍 這條心路 屁下屁下屁下撞下去 那隻金天好運 起步被人撞了 那隻勁多性 在外面都不太差 他終點後的走勢 走勢多強 他全程都是第四碟 是啊 他還起步被人撞